PETER STUDIO 一個人奮鬥的影像工作室 少女們駕車開網避難鎖 被一條高速的大橋遮擋著道路 橋上人打死到不肯把橋放下 他們其中一個客戶提議可以透過紅燈區穿過去 眾人便相信了他 穿過一條由一條走廊走到第一個避難鎖 莫非隔壁以示何對岸鳥 剛剛走出秘難鎖 再發現鎖下樓的依蓋紅燈區 看來他們的何對岸依舊甚遠 黑湖好不容易闖進一間公園 但常常上不倒 公園裡的送屍反而更多 中央紛紛地看了此時黑毛線有字像 即使黑毛多次主持拉絲通過逃生之旅唯一方法 黑毛在黑毛的提議之下 床有一個雙條的地上 結果發現那裏是直接衝到下水道 但這次依然要湊得很痕 中央紛紛地看過走劍 但直到現在這些鎖狀可能敲連 只要繼續前進 把全身撈到臭氣生分後 他們終於到達過了 剛剛從下水道走出來 就看到自己是會場抗戰的分子 很多次是原本來做出席簽名活動 他們露出恩惠的笑容 原本欠帶他們走 但從他們口中得知他們帶了病毒 隨時病發 所以不可以繼續向前 但他們願意為他們放下橋少女的逃走 但沒有足夠的電力 所以用汽油發電才行 黑毛翻遍整個小鎮 尋找足夠的汽油桶 除了橋的方向 他們心中充滿不醒 因為只有他們 最後一次跟這位粉絲會面 但沒有辦法 通常壓下油門 投影不回地衝過去 感謝各位收學本人 創作無價 請各位訂閱、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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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